第四季节目 两人出道多年 但感情方面却非常低调 早前两人在快乐大本营里又过交集 但是并没有什么绯闻传出 无形和潘伟博 一位是内地女主持人 一位是台湾星哈王子 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 而且两人之间除了潘伟博 曾经参加节目快乐大本营之外 并没有什么交集 不知道两人的大道会出现怎样的画面 但还是挺让人期待的 况且两人的年龄也都差不多 估计大当起来很顺利 众所周知 无形被于而检验于了 春男神是否绅士的唯一标准 无论是和谁一起都有一种迷之CP感 尽管他在快乐大本营里的位置 绿为尴尬 整期节目下来都说不上几句话 但正是他这种不争 不想做好自己赴他本身工作的态度 受到观众的喜爱 吴远祖上节目曾经提醒他要再多一点点女人味 王力宏更是一上来就给他一个kiss 还帮他拿花筒 就连老干部张峰义都心疼他 除此至此李亦峰 吴亦凡 张翰 陈伟霆等人气男星在节目里都对他照顾有加 从各位明星与吴欣的互动中就可以看出来 他确实是一个值得疼爱的好女孩 而吴欣这种默默无门 但是甘先做自己本身工作的特质 更是让他组了一对又一对的CP 而且无论是与谁组CP 都有一种迷之CP感 细细数来 吴欣同学在舞台上看起来与世无争 却意外地收获无数男神 除了李亦峰 还曾经和韩恳 张远 张涵 历程先后穿过飞纹 堪称主持人界的男神收割机 如今吴欣又要与他为国祖CP 谁还记得心机格 吴欣和李亦峰 韩恒 李晨的CP 这其中吴欣和李亦峰的CP闹得最欢腾 每次李亦峰录制快乐大本营 两人就会灯热搜 外界关于两人飞门更是传得沸沸扬扬 最难的可贵的是 李亦峰与吴欣评论下是一片和谐 没有出现厮杀 不少网友并没有因为李亦峰的颜值高就反对吴欣 而是指双手赞成 但是两人却极力否认 称只是好朋友 除了李亦峰 吴欣和韩庚的CP也是个热门 韩庚吴欣参加急速前进 两人同为东北老乡 同是水瓶座 在节目里有过戳早等各种亲密互动 节目中的各种表现 更是让网友大呼CP感太强 李亚李晨范冰冰 吴欣更是凭此在上热搜榜 不少网友更是怀疑吴欣 吴欣与韩庚和崔史元和刘文一样假戏真做 就连范冰冰如今的男友李晨 也曾经与吴欣组过CP 据了解 吴欣自从看了17岁不哭 就喜欢上了李晨 梦想着有一天能跟李晨见面 结果两人在快乐道本营里相遇 面对自己粉了多年偶像 吴欣机 动落泪 节目播出后 吴欣与李晨CP也传得沸沸扬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